數領分析累計加總式分析 我們以學生成績統計這一頁來做範例說明 資料,數領分析表,點完成 我們把姓名拉到統計欄位 所以它會是個技術的 總共有95個學生的成績 我們把上學期的分數放到縱左上來 然後我們以這個群組來顯現資料 0到100分,10分為一個集聚 如果我們要讓資料是這樣顯現 比如說0到9分有6個 統計到10到19分的時候 是要6加3等於9 每個集聚要有累計的數據 這個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在統計欄位上面點兩下 然後我們把這個選項呢 把它點出來 我們可以選擇呢 在資料顯現的地方呢 是 技術加總字 加總字呢 上學期的分數 所以我們點確定 它就會有加總的這種方式 0到9分呢 是6個 剛剛我們知道說 10到19分是3個 所以 累加到這個集聚的時候呢 就是 有9個人 那一樣的 當我們把這個數鈕分析表 完成以後呢 我們可以來這邊 直接把資料呢 產生數鈕分析圖 那它就會根據我們的 數鈕分析表的資料 0到9分的有幾個 累積到 10到19分的 有9個 這裡有6個 用圖的方式來顯現